就是我爸的聲音證明明還在我這裡 他一定要去申請一個新的 他為了要拜下的這些事情 而且他申請的過程都是 防照我爸的聲明 因為我爸出來就沒辦法選擇了 我沒有要一定要搶他這間房子 他如果好好表現的話 那房子可以給他 他開始工作 他開始繳房貸 那沒有差 因為我自己也有房子 林靜安逼婚奪產 顯摔爛神主牌 李坤淳兒子好好表現 房子可以給他 那就是 李坤高雄 知名作詞人 李坤成4月8號因大腸癌病逝 享受66歲 兒子李卓軒當時發出長文 頭樓父親曾說 很抱歉 什麼遺產都沒有留給我 李卓軒回應 什麼是遺產 我已經都有了 你已經給我夠多了 如今呢 卻恐告寂寞林靜安 偽造文書 徵產霸誤 機關算盡 貪得無厭 怎麼會突然就是 爆出來 沒有突然爆出來 我爸就想講 我是要等我爸走 什麼事情都做完的時候 我想要講 因為我想要 我爸在世的時候 療癒煩惱這些 想要讓我爸好好走 雖然林靜安表示 在李寬城住院治療 七個月內存不顧理照料 但李卓軒怒哄 我爸的後續都是我處理的 林小姐在醫院結婚 只是為了偽造 生前夫妻增育搶房產 而且結婚證書 我爸根本沒有寫好給林小姐 林小姐自己寫好幾份預備 拉我爸的手用蓋指紋的 那你有打算就是提告 就是侵占 或者是偽造文書這一傳 侵占偽造文書 使公務人員增載不死 也是要被告的 因為這是那個刑罰 然後控訴罪 就是我爸根本認明明 還在我身體 還先去申請一個新的 他為了要辦下面這些事情 而且他申請的過程 都是從銀行到我爸的身裏 因為我爸手用力 我爸手用力了 李卓軒控訴林靜安偽造文書後 把我爸銀行戶頭裡的 救命錢林光 車子賣光 霸佔著老家 遺產稅不處理 房貸也不繳 整天在老家喝酒打電動 破壞東西甩東西 我若沒有進去 把神竹牌搶救移出來 也是會被林小姐摔爛 所患了不讓家人進去 這也叫真愛嗎 不過我爸也不是等閒之輩 這間房子早已貸款過4筆 負債滿滿 林小姐沒有工作能力 也只能等法拍而已 只能說是弱智大魚 實在是有過北漆 跟大樓管理人 然後他在裡面摔東西 然後造成住戶的困擾 然後管理人通知我的 然後管理人也有報警 除了摔東西之外 還有其他的行為嗎 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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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養酒酒 被都喝光 我就看他表現 結果他的表現就是這樣 他如果好好表現的話 那房子可以給他 他開始工作 他開始繳房貸 那沒有差 因為我自己也有房子 我沒有一定要搶他 這間房子 他如果是可以好好的繳房貸 把我爸的那些黑腳 就是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那沒關係 我可以給他 沒關係 可是他 他就是不足利 我爸全部那些黑腳的朋友 就很擔心台灣的文化集團 被他破壞掉 或者是被罰 他會被鋼垃射清掉 總是會有點遺憾